这个男人弯腰对尸体说起话来 尸体居然也开口回应了他 男人名叫钟馗 是太平间的工作人员 能和尸体交谈 是他隐藏的超能力 下班后 筋疲力尽的钟馗回到家 女儿小雪并不嫌弃爸爸的工作 但妻子阿莲看到钟馗躺在沙发上 马上把他赶了下来 只要是钟馗碰过的东西 阿莲都感觉被沾上了腐臭味 就算是钟馗洗了澡 想找他谈心 阿莲依然是各种理由推脱 老实的钟馗虽然被冷落 但并没有往其他地方上想 备受打击的他 经常跑到隔壁老王的饭店借酒浇愁 好心的老王每次都开导他 多加班努力工作 就可以忘掉烦恼 钟馗感觉有道理 就经常加班甚至睡在解剖台上 这天他正加班的时候 听到一个新来的尸体在说话 过去一看 是村里出了名的花花公子炮哥 钟馗对炮哥这种人没有什么好感 趁机骂人家是人渣 这炮哥一看钟馗能和死人交谈 也来了兴致 他说自己好歹活着的时候 享受了生活 不像钟馗 在这拼命加班 家里阿联这时候都跟着老王跑了 钟馗第一反应 自然是不相信 炮哥却点火 让他回去亲自看看 钟馗跑到家对面盯梢 真的看见阿联从家里出来 然后上了路边 一辆红色的车 车里的人正是老王 看到这一幕 钟馗气得整个人都僵住了 心碎的他 在工作台又躺了一夜 第二天行尸走肉般的接着工作 今天拉来的尸体 是警方击毙的黑帮分子 张哥 钟馗在做缝合的时候 张哥说他是被手下小黑出卖的 希望钟馗能给他老大传个信 钟馗现在根本没什么心情 拉过白布盖住了张哥 下班回到家 钟馗自顾自地看起了电视 阿联和他说话 他也没有好气回应 但阿联根本就不关心 他到底怎么了 电视上一条新闻忽然吸引了钟馗 一个黑帮正在到处绑人 目的就是找到出卖赃哥的人 钟馗看到这 脑子里灵光乍现 想出一个绝妙的计划 他马上找到黑帮 说知道谁是出卖赃哥的人 老大请他进去详谈 并喊小黑准备汽水 钟馗没想到 这就是小黑 太危险了 进去后 小黑就盯着他 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本身他也没准备说出小黑 小黑倒是在旁边警惕地看着 钟馗直奔主题 说出卖赃哥的是老王 小黑听后 松了一口气 老大向钟馗表示了感谢 钟馗接着去上班 整理好一容的炮哥再次说话了 同时打断了钟馗 但他心里真的开始隔音起来 另一边 阿联和老王正在车里聊天 效率齐高的黑帮马上找了过来 小黑逼着老王下了车 他们根本就不给老王说话的机会 老大过来直接抹了他的脖子 旁边的阿联骂着说要报警 老大本来想放他走 没想到旁边小黑直接动了手 就这样 阿联也领了盒饭 这时候 钟馗还在太平间加班 忽然存尸柜 自己打开了三个 这对钟馗来说 都是小场面 他过去把柜门再次全部关好